中文的名字 棒子 我的比較特殊一點可能就是 我是秀中文的名字 對 然後因為大家好像都是英文的名字 然後我就覺得 秀一下中文好了 這個比較小一點 之前有比較大一點 然後 忘記是哪一隊的捕手 就問我說 現在你的那個名字怎麼大 這個 他那時候秀的比較大一點 每一次不太一樣 對 然後我是特別要秀中文 那顏色的話就是因為 其實我是喜歡這個原木色的顏色 那因為我們都會噴那個噴膠 握把這邊就會變成黑黑的 那後來我想說 下半部用黑色就看起來 不會這麼的髒 因為你們不是有時候可能 不順或是怎樣都會跟別人借球棒 還是這樣有比較多 有 好像 我那時候有跟 跟詩琦借過紅色的 對 拿上去打過 然後也有拿過就是 忘記誰的 然後是全部原木色的 上去打過 但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在新裝 結果被那個 四鵬差點丟到頭 閃掉打到手 然後是拿那個全原木色的棒子 算了算了還是先拿回 拿回我自己 我們球隊有一個很奇怪的那個 怎麼講小迷信 假如最近那個人打得很好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所有人的棒子都放在他旁邊 就大概就會有十隻 再加他自己 總共有十隻 假如說放這樣 然後就會看到一堆人的棒子都放在他旁邊 這樣 但是好像是從十級開始 因為他是一直跑來放在我旁邊啊 不知道下次你問他 他一直放 進氣還不會 對 就是 把他用乾淨一點 有帶回家跟棒子一起睡覺的 跟手套也帶回家一起睡覺 講話那種都已經很普通了 常常看到有人會講話 尤其是比賽中就會看到有人說 加油啊 什麼打好啊 什麼 陳始豪有罵過他啦 對 他有罵他說什麼 你如果再怎麼樣 就叫你去罰站什麼 我想說他不是常常都是罰站 因為只好坐這邊嘛 然後我坐那邊我就會聽得到 他有時候太生氣 他還是把他放在這下面這樣 丟在下面 應該買一個冰箱給他 我偶爾會講笑話啦 會看他其實 就是說 加油一點 對 很久沒打安打 手套的話我都是 比較多是 紅色的 比較 因為我的 護腕 護肘 護腳 都是紅色的 所以就是 一個搭配就是剛好也是 紅色的 手套 手套我會 希望比較用 亮一點的 顏色 對 我個人喜歡 紅的 黃的 或者是有兩種顏色的 就我的名字 然後我 我的名字應該幾乎都是 黃色的 因為我希望可以發光 所以我幾乎都是用 黃色的 字體 對 然後剛好我們球隊有黃色的 天竹比較好就是因為 我的所有手套應該幾乎都有 只要是訂做的都有電竹管用 對 因為我們家是天竹教徒 因為有些人是秀裡面嘛 但我不喜歡 因為那個感覺 手感會 怪怪的 所以我就沒有 就是沒有秀在裡面 手套真的就比較少會去借 因為每個人接球的那個 手型不太一樣 那如果他用個幾次的時候 就會變成他的那個手 因為裡面是有油嘛 這個手套裡面是有油 他就會變成他的那個手型 就會變定型 那你要拿回來的話 就要重新再世界一下 對啊 我覺得那個好像就是 大家打棒球的一個默契啦 大家都不太會去拿別人的東西 女生這個都還 我覺得 我個人是比較還好 不然小時候球員 媽媽幫忙騎 就就對不對 跨過球去 這也是好像就是一個默契 就打球的人都會知道說 我盡量是不會去跨過他 一定會繞路很好 所以就不會 也不會有要跨過他的機會 所以不會亂丟 對不會亂丟 就是會把他擺好放好 喂喂喂 好帥 我比較少斷棒 我都是借別人 然後他就斷了 我是攻硬張 我知道那個 東華手套很臭 還有俊秀 俊秀也是 俊秀每次上壘 他都拿他手套 然後在那邊抹別人的臉 像這裡如果有拍到 你可以看一下 很多人都是他的那個 苦主